都有排尿的问题 就是没有以前顺畅 台中市一名刚退休不久的外科医师 77岁 察觉自己排尿困难 直觉是摄护腺的问题 检查后确诊是摄护腺癌第三期 近期就是有小便困难 然后贫尿的状况 他可能警觉是不是摄护腺的问题 所以做进一步的检查 发现PSA100多 比正常高40多倍 因为是第三期 癌症已经侵犯到周围组织 考量患者年龄 不用手术 改采用放射线治疗 摄护腺癌是老年长寿癌 年纪越大 罹患摄护腺癌的几率也越来越高 摄护腺癌本身 他就是一个没有症状的癌症 他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症状的 那在早期的诊断 只能靠临床上有怀疑 发生的原因跟年龄遗传种族有关 医生建议50岁以上的男性民众 每年要定期检查 如果皮尿 腰酸背痛 就要特别留意 大爱新闻台中总和报道 国际消息也来关心 纽西兰基督城在上个星期五 有两座